欢迎您收看今天文谦的是这把再次的祝所有的人新年至少要快乐 不论你碰到什么样的事情 为大家来报道全球现在所面临的几个 第一个是危机 这个危机呢是叫民主 这是多么讽刺 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 1989年刚开始年初的时候 在波兰Solidarity团结公联进行了全国审的罢工 从此开始了整个东欧所有的民主化 那是一场民主政治的胜利 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胜利 共产主义的灭亡 然后时间不过34年后 我们迎来了人们共同同意的一名称叫做民主衰退 使用民主衰退这个名称最有最早的最重要的发明者 创造者呢是Stanford的教授 也是非常著名的政治学者 Larry Diamond 他认为这个民主衰退呢出现在美国 出现在英国 出现在欧洲几个典型的民主大国家里面 而法国最大的报纸之一 世界报La Monde 在最近发表了一篇社论 这个社论呢是发表在2023年的11月5号 他认为隔一年就是今年的10月5号 美国的总统大选将决定民主制度在美国是否还会存 或者是王 大家会觉得说这个话会不会太过于dramatic 太过于戏剧性 很可能是你对民主政治的定义并不完全了解 什么是民主政体 台湾算不算民主政体 台湾算 因为台湾至少会做到和平政权的转移 在美国去 在上次大选的时候 2020年那一次的大选 在2021年1月6号发生的事 是差一点没有办法做到和平政权的转移 那如果那个不承认政权转移 而且攻击Capital Hills 率众叫大家去攻击 而且认为他们是做了勇敢了不起事情的 前总统川普再度的入主白宫的话 就代表人们对于和平转移政权这件事情 是觉得没有所谓的正当 现在就表示民主本身不代表一种真正的价值 而川普的回国会将这种公然攻击 民主宪政应该有的一定规范 叫做民主宪政的ABC 变成它根本不存在 所以他被称Le Monde 把它称为是民主的消亡 而英国的金融时报 把2024年视为一个民主漫长的一个旅程 第一个 曾经自由主义在柏林围墙之后 在全世界到处的蔓延 然后现在慢慢的结束 没有人在相信自由主义 没有人在相信个人主义 独裁者的春天回来了 这比照起当时柏林围墙倒塌的时候 人们对世界的预期多么的反差 又多么的讽刺 你会扮认美国今天 你会永远拥有力 你会永远拥有力 作为人的忽刺 除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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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 我想关闭了架 然后我想研研 研研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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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忽刺 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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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 我会 我爱这个人 他说你会不会成为了一天 我会说 没有 没有 除了一天 从年到行 年初必行 川普的从政之路 从一个讲台 到另一个讲台 发动攻击 毅然成为一种田律 这是法国海外销售量 最大的报纸世界报 迎接2024最大担忧 他们用社论指指 今年11月5号的 美国总统大选 将决定民主存亡 如果川普真的重返白宫 他所带来的 不确定性冲击 将远远超出美国境内 且将外溢到欧洲 及全世界 他告诉民主 战斗像是灵的 这是1月6号国会暴动事件后三年 伤痕依旧主导美国政局 拜登试图在启动2024大选的演说中 将选民今年秋天面临的选择 定位为勇敢捍卫美国民主 不然就会沦为政治混乱的 因切警告 且伴随国际危险清单的不断增加 美国新总统的外交政策 势必将改变欧亚 甚至是中东的和平愿景 这是为什么外界担心 川普的回国将是公然攻击 民主规范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 且美国民主的消亡 不会是一刀毙命 而会是千刀万剐的流血万滴 川普前幕僚毫不掩饰 自己近距离观察后的结论 经济学人智库也在川普 第一任就职后不久 2017便将美国评级 从完全民主国家 降为有缺陷的民主国家 2021年还基于疫情相关的 错误讯息 及试图推翻2020大选等因素 得分再往下调三个百分点 在他们眼中 川普作为美国近代史上 最有影响力的领袖之一 却总是用分裂策略 来巩固及动员群众 公然将美国白人劳工阶级的困境 归咎于移民 富裕精英和中国 无疑是扩大了国家内部的仇恨与分裂 替美国民主制造了一个有毒的环境 他们大声疾呼 美国民主的命运与未来之战 早已超出谁入主白宫的范围 当下的美国必须重新思考 民主运作的方式 而不是任由自己落入一种新专制主义 这并不是预告 美国将变成独裁国家 而是它逐渐形成的一种更复杂的 不民主统治 与一种类似乍取式资本主义 向结合的新型集权 赢得足够多人的效忠 以实现稳定 看似有投票等足够的民主外观 来宣称其合法性 但其实民主早已名存实亡 任由国家被一个接一个 专制的重量级人物所控制主导 对于国家的协议 麻烦都不是在国家的美国 因为如果川普成立 他已经决定了 他已经决定了 决定了 任何人决定了 尤其所在决定了 和人民是在政府 和人民干涉及 没有人不在为了 但他也会继续 成为他人决定了 在国家 里面 和国家 和国家 成为困难 伦敦金融时报把2024 视为民主万场旅程中 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如果只是从雅典喧闹的广场辩论 到18世纪哲学家的思考 然后走向一个公正公平的世界 或许该令人振奋欣喜 偏偏反自由主义已在全球蔓延 不断体现史丹佛大学教授 Larry Diamond 十多年前创造的民主衰退一词 只见越来越多大型民主国家的独立机构 权力被削弱 年轻人对选举意日益冠灭 都让人意识到当代民主正陷入危机 克战 throne 中国国家的共同 社会大利息 预演 總共同 党 文言 到媒體和法律 到教育 他們都在下降降降降降降 無法阻止 美國是G7的一種 沒有能夠 自由和正確的能力 在立法國選擇 這是一個重點 我們必須不平衡 他說 美國作為自由世界最重要的 武器庫級捍衛者 儘管他的影響力 正因近期 他對部分盟友的過激行為 視而不見 大幅受挫 但倘若川普回鍋 將更助長獨裁政權的氣焰 替全球獨裁者迎來美好的春天 各方面 中共會說 最多的3週禮令 外交事務期刊《Foreign Affairs》 撰文直言 2024将会是全球捍卫民主年 各国都该极力保护 这80多场选举 免受反派演员的侵害 这里不仅存在民主本身的风险 还有数位平台 身为技术 深层式人工智慧的兴起 及外国影响力所加注的威胁 必须靠创造性及灵活度 来应对如此复杂的挑战 川普与美国 只是全球代表性的指标 民主能否顺利挺过2024 将成为人类文明的 重要里程碑